哈利路呀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愿主耶稣在安息圣日赐福给我们 愿主耶稣在安息圣日赐福给我们 保守我们身心都可以得到平安 保守我们身心都可以得到平安 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师比授更为有福 我们今晚一起来学习师比授更为有福 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看三十五节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先来看第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 第三十五节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努苦 付着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 《使徒行传》更为有福 《使徒行传》更为有福 这个是主的教训 《使徒行传》更为有福 这个是主的教训 保罗常常常计念主的话 保罗常常计念主的说话 他因为计念主所说的《使徒行传》更为有福 他因为纪念主所说的《使徒行传》更为有福 所以他非常努苦地赚钱 所以他非常努苦地赚钱 一方面传福音 一方面又做工赚钱 一方面传福音 一方面都有做工赚钱 来辅助软弱的人 就是没有能力赚钱的这些人 来辅助软弱的人 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赚钱的这些人 保罗甘心这样子劳苦 保罗甘心地来劳苦 跟他计念主的这句话 有密切的关系 与他计念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使徒行传》更为有福 就是《使徒行传》更为有福 这句话 为什么《使徒行传》更为有福呢? 为什么《使徒行传》更为有福呢? 我们先来谈《使徒行传》的福气 我们先来谈《使徒行传》的福气 再来谈《使徒行传》的福气 再来谈《使徒行传》的福气 我们比较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使徒行传》为什么更为有福 我们比较之后 就知道为什么《使徒行传》更为有福了 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二节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二节 十二节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二节 因为伴者供给的事 不担保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他多人愿发感谢神 十三节 第十三节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 知道你们承认基督信服他的福音 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于神 第十四节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 显在你们心里 就切切的赏念你们为你们祈祷 这段圣经提到说的福气 第一个就是缺乏得到帮补 第一个就是缺乏得到帮补 就是他物质上的缺乏现在不缺乏了 就是他在物质上原本有缺乏的缺乏的缺乏了 他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 他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 这个也是一种福气 这个也是一种福气 在我们缺乏的时候 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在我们缺乏的时候 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这个是一种福气 这个是一种福气 这个是物质上得到帮助 这个就是物质上得到帮助 而且在属灵上也可以得到造就 而且在属灵上也可以得到造就 在十二节讲究月花的感谢神 第十二节那里讲到 很多人就越法地来到感谢神 就是他得到这种爱心的帮助 就是他得到这种爱心的帮助 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 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 弟兄姊妹的爱心 弟兄姊妹的爱心 因此就更加感谢神 因此就更加感谢神 这个也是信心上可以得到造就 所以十三节说 从这个供给的事上得到凭据 所以十三节那里讲到 从供给的事上得到凭据 知道你们承认基督 顺服祂的福音 知道你们承认基督 信服祂的福音 就是外邦人来信主 这个是真的 就是外邦人来信主 这个是真的 多多的捐钱给他们的众人 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给神 便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他们就晓得要感谢神 晓得要荣耀神 所以他们就晓得来感谢神 和要荣耀神 那这个就是信心上 能够因为这样得到帮助 因为都是信心上 可以这样得到帮助 那十四节又进一步讲到 爱心上也可以得到帮助 十四节也都进一步讲到 爱心上也可以得到帮助 他们说他们因神极大的恩赐 显在你们心里面 他们就说到他们因神极大的恩赐 显在你们的心里面 就是你们有这个爱心 能够这样子来做 就是说你们有这样的爱心 可以这样来做 就切切想念你们 就切切想念你们 我们得到一个人的恩情 我们总会纪念 我们得到一个人的恩情 总会纪念 本来犹太教会 跟外邦的教会 比较少往来 本来犹太教会 跟外邦的教会 比较少往来 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 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 连要写一张信 都要有专人带过去 连要写一封信 都要有专人带过去 所以虽然外邦很多教会 虽然外邦很多教会 但是跟耶路撒冷那边 犹太的教会 比较缺少人络 但跟耶路撒冷那边的 犹太人的教会 比较缺少联络 现在因为耶路撒冷发生饥荒 现在因为耶路撒冷发生饥荒 那外邦的教会 发起募捐的运动 外邦的教会发起募捐的运动 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 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 这样子就让耶路撒冷教会 跟外邦教会 就彼此有一个爱心的联络 这样就让耶路撒冷教会 跟外邦的教会 就有外心上面的联络 所以耶路撒冷那边的教会 就会确确地想念外邦的教会 所以在耶路撒冷那边的教会 就会切切地想念在外邦的教会 也许过去他们没办法这样 迫切地想念外邦教会 或许他们在过去 没有办法好像现在 来到迫切地想念外邦的教会 那现在因为得到外邦教会的帮助 但现在因为得到外邦教会的帮助 深深感受外邦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 深深感受到外邦教会 提醒姊妹的爱心 所以就会切切地想念他们 所以就会切切地想念他们 而且会为他们祷告 而且会为他们祷告 那这个就是爱心上得到激励 这个就是他们在爱心上面得到激励 爱心上得到帮助 爱心上面得到帮助 让他们对外邦教会的爱心能够提高 让他们对外邦教会的爱心能够提高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那这个是受的福气 这个就是受的那一方的福气 那再来我们来讲诗的福气 再来我们来讲诗的一方的福气 我们去帮助一个人 我们去帮助一个人 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比他更富足 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比他更富足 我有他没有 我有的他没有 这样我就可以帮助他 这样我就可以帮助他 那我有本身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我有本身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就是神的福气 就是神的福气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福气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福气 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 就要感谢神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其他人 我们就要感谢神 因为表示神给我们有这个恩典 因为这个表示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 再来我们能够愿意这样去做 再来就是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去做 有这一份的爱心 有这一份的爱心 也要感谢神 也都要感谢神 要不然有时候我们虽然很劳碌 积存很多钱 如果不是我们虽然有时候很牢碌 积存了很多钱 但是最后像那个无知的财存一样 但是最后就好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 只为自己积财 只是为了自己积财 但在神面前不付足 但是在神面前却是不付足 因为他舍不得去帮助别人 因为他不舍得去帮助别人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无知的财主 所劳碌的到最后成为空 那我们有这一份爱心可以去帮助别人 让我们的劳苦最后不会突然 因为我们的劳苦最后不会突然 因为可以积财在天 因为可以积财在天 那个是永远的 那个是永远的 那这个也是一种的福气 再来就是有神所赐予的福气 就是我们这样做之后 神会再赐福气给我们 就是我们这样做之后 神会再次福气给我们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上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这里讲我们甘心地去帮助别人 这里讲我们甘心地去帮助别人 那这种的爱心 神会祭愿 神会报答 这种的爱心 神是会纪念 神是会报答 因为圣经说 我们帮助穷人就是借给神 因为圣经说 我们帮助穷人就是借给神 神给的利息非常地高 神给的利息非常地高 神有各样的恩惠 神有各样的恩惠 所以祂会赐各样的恩惠给我们 所以祂会赐各样的恩惠给我们 而且是多多的加给我们 而且是多多的加给我们 因为我们有那颗爱人的心 那这些恩惠给我们就不会白昏 这些恩惠给我们就不会白昏 圣经说有的要加给他 圣经说有的要再加给他 所以一个有爱心的人 所以一个有爱心的人 神会给他其他各样的恩惠 神会给他其他各样的恩惠 让他能够凡事可以常常充足 让他可以凡事常常的充足 可以多行各样的善事 可以多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能够帮助别人其实是一种恩典 所以能够帮助别人其实是一种恩典 这种机会也是神给的 这种机会也是神给的 因此当我们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所以保罗在勉励哥林多教会奉献 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 所以保罗在勉励哥林多教会奉献 来到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 就跟他们讲在第六节说话 少众少说 多众多说 就在第六节那里跟他说 少众的少收 多众的多收 说这句话是真的 说这句话是真的 这里所讲的是在奉献帮助别人 这里所讲的是奉献帮助别人 所以第七节就讲 个人要谁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所以第七节那里就讲到 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说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就是说这种事你要凭信心 凭爱心去做 就是说这种事你要凭信心 凭爱心去做 你要相信少众少说 多众多说 你要相信多众多收 少众少收 所以你奉献多 不是没有 是你可以得到更多 那这个就是信心的问题 那你对神的应许有信心 那你对神的应许有信心 那你就会欢喜这样去做 那你就会欢喜这样去做 所以这种事在做的时候 我们是要甘心乐意的 所以这种事在做的时候 我们是要甘心乐意的 就是要凭信心去做 就是要凭信心去做 不要勉强也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也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就是你能力范围 能做的去做 不要勉强就是你能力范围 知道说这个是一种恩典 知道说这个是一种恩典 因为你这样做 神会把各样的福气多多的加给你 使你凡事都可以充足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常常讲世上不容易 十件有八九件 我们常常都讲不如二事十常八九 但是这里讲凡事都可以常常充足 但是这里所讲的凡事都可以常常充足 这是非常宝贵的事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 也可以让你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就是第一个福气 神会赏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 第一个福气 神会赏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 第二个我们来看诗篇的四十一篇 第二个我们来看诗篇第四十一篇 诗篇四十一篇我们看第一节 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一节 第一节 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一节 第一节 第二节 耶伯说必保存他 使他存活 他必在地上享福 求你不要把他教给仇敌 遂其所愿 这里讲眷顾贫穷的人有福气 这里讲到眷顾贫穷的人有福气 他在遭难的日子 神会大救他 他在遭难的日子 神会答救他 我们人生在世 难免都会遭遇到患难 我们人生在世 难免会遭遇到患难 但我们能够去帮助贫穷的人 但我们能够去帮助贫穷的人 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神就会帮助我们 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神就会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借给神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借给神 神会还我们 神会还给我们 所以我们帮助穷人 神就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帮助穷人 神就帮助我们 因此我们盼望在患难的日子 得到神的帮助 所以我们盼望在患难的日子 得到神的帮助 当人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就要乐意去帮助他 当人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就要乐意地去帮助他 那神自然就会拯救我们 那神自然就会拯救我们 那第三节说 他病重在他 神必扶持他 第三节那里讲到 他病重在他 也说必扶持他 扶持就是给他力量 扶持就是给他力量 让他有办法去承担这个病痛 让他有办法来承担这个病痛 有时候有些环境有神的美意 神不一定马上医治他 神不一定马上医治他 有时候会给他受苦一段 有时候会给他受苦一段日子 这个当中是有神的美意的 要不然神可以扶持他 怎么不医治他呢 如果不是神可以扶持他 为什么不医治他呢 就是有神的美意 虽然神没有医治他 虽然这个病痛 有了一段时间 虽然这个病痛 可能有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的内心会有力量 但是他的内心会有力量 因为神会扶持他 因为神是会扶持的 时候到 神也会让他得平安的 所以他在病中 你给他铺床 神都帮他铺床了 怎么不会医治他呢 神都帮他铺床了 怎么会不医治他呢 可见他这个病都有神的美意 我见他这个病都有神的美意 那时候到 神也会医治他 所以一个有爱心的人 一样的神会爱他 当他在病痛当中 神会看顾 神会给他力量 神会给他力量 我们能够去关心别人 神就关心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去关心别人 神就会关心我们 我们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在困难的时候 神就帮助我们 我们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在困难的时候 神就会帮助我们 这个就是诗的福气 这个就是诗的福气 所以我们有能力 可以帮助我们 要感谢神 所以我们有能力 可以帮助我们 要感谢神 我们有机会 能够帮助也要感谢神 我们有机会 能够帮助也都要感谢神 那再来看诗篇的112篇 我们再来看诗篇的112篇 诗篇112篇 我们看第五节 诗篇112篇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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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与人借贪与人的 借人事情顺利 他被审判的时候 要扫明自己的冤 这里讲诗恩给人 这里讲诗恩给人 就是去帮助别人 就是去帮助别人 借给别人 借给人 因为这里 借给别人 在当时的费钱 都是借给贫穷人 这里所讲的借给别人 在当时的环境 都是借给穷人的 如果对方没办法还 那你就拿付回来 尤其以色列的律法 到第七年 就是后面年 就不能再要 而且按照以色列的律法 就是第七年 是豁免年 过了那一年 你就不能再要 所以你能够借给别人 也是一种爱情 所以你能够借给别人 都是一种爱心 那这种人 事情会顺利 因为神会帮助他 因为神会帮助他 那神帮助事情 自然就会顺利 神帮助事情 自然就会顺利 那他被审判的时候 要肃灵自己的冤 他被审判的时候 要扫明自己的冤 也就是说 他有冤屈 神会帮他申冤 也就是说 他有冤屈 神会帮他申冤 那第六节说 他永不动摇 第六节讲到 他永不动摇 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 可见这里讲的义人 就是你有爱心的行为 可见这里所讲的义人 就是你有爱心的行为 圣经讲嫌异的才是义人 这里讲恒异的才是义人 所以要有一些爱心 要去关心别人 所以要有一些的爱心 是要去关心别人 这样才叫做义人 这样才叫做义人 那义人被纪念一直到永远 义人被纪念一直到永远 所以第七节说 他不怕凶恶的现实 第七节讲到 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 也就是说 也许他也会遇到一些人 看不好的事 也就是说 他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是遇到一些苦难 也就是遇到一些苦难 但是他不怕 但是他不怕 他的心坚定依靠神 他的心坚定依靠神 因为他知道 他是神所爱的 因为他知道 他是神所爱的 一切有神的美意 一切有神的美意 都要叫这些爱神的人 得到预处的 所以只要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所以只要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无论什么是灵道 都是为了对我们有好处的 无论什么事情临到 都是对我们会有好处的 所以不会怕凶恶的信息 所以不会怕凶恶的信息 这个就是 这个义人的一个 所要得到的恩典 所以第九节说 他施舍钱财 捉迹贫穷 所以第九节说到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他的脚必被高举 他的脚必被高举 大有荣耀 大有荣耀 就是有今生有来生的福气多余 就是有今生有来生的福气都有 所以一个人 能够有机会 能够多多的去帮助别人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机会 要多多的帮助别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像多家广行善事 好像多家广行善事 帮助当时的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 帮助当时候无依无靠的寡妇 他死掉的时候大家都为他哭 去求彼得要为他祷告 结果彼得祷告神随听 让多家可以从死里复活 结果彼得祷告神随听 让多家可以从死里复活 因为这个神迹 很多人来相信耶稣 因为这个神迹 很多人来相信耶稣 多家的爱心得到神的报答 多家的爱心得到神的报答 因此有机会能行善 我们就要把握机会多行善 因此有机会去行善 我们就要把握机会多行善 像哥利牛神给他的恩典 我们都很清楚 好像哥利牛神给他的恩典 我们都很清楚 那都是因为他有爱心 都是因为他有爱心 神喜悦神祭奠 神喜悦神祭奠 所以天使说你的祝祭 你的祷告达到神面前 所以天使说你的祝祭 你的祷告达到神面前 因为他是确实出于爱心去帮助人 因为他是确实出于爱心去帮助人 神非常清楚 神非常清楚 所以神祭奠他所做的一切 因此叫天使亲自去传福音给他听 因此叫天使亲自去传福音给他听 叫他要去请彼得来讲道理给他听 叫他要去请彼得来讲道理给他听 他一家人他的亲戚朋友坐着听道 就坐着就得圣灵 他一家人亲戚朋友坐着听道就得到圣灵了 全部就这样得到圣灵 全部都是这样得到圣灵 你看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你看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那这些都是因神祭奠他所做的这些善事 这个都是因为神祭奠他所做的善事 施恩给他 施恩给他 所以一个有爱心的人 所以一个有爱心的人 神祭奠他一直到永远的 因此不管他到什么地步他都不管了 因此他无论去到什么地步他都不烦恼 因为他知道神是爱他的 因为他知道神是爱他的 一切都是对他有益的 一切都是对他有益的 所以即使听到一些凶恶的信息 他不会害怕 所以即使是听到一些凶恶的信息 他都不害怕 因为知道一切有神的美意 因为知道一切有神的美意 那再来看一节圣经 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 真言的十一章 真言第十一章 真言十一章我们看二十四节 真言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有施散的却更增添 有论识过度的反智窮佛 二十五节 好施舍的必得风雨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这个施散反而会更增添 这个就是神会赏赐 这个就是神会赏赐 吝啬过度反而会贫穷 论识过度反而会贫穷 因为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会给他夺来 因为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会夺走 所以这种吝啬太过分的 这个神会把他本来有的把他夺过来 所以这些论识太过分的 本来有的神会将他夺过来 那好施舍的必得风雨 就是神会施恩会赐福给他 那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你对别人好别人一定会感念你的恩情 他也会想办法报答 所以你滋润别人也可以得到别人的滋润 所以你滋润别人也可以得到别人的滋润 别人也会对你好 那这些就是施舍的福气 这个就是施舍的福气 以上讲的都是今生的福气 以上所讲的都是今生的福气 不只是有今生的福气 不单只是有今生的福气 更有来生的福气 我们再回来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九节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前财周济贫穷 他的仁义传到永远 这里讲他的仁义要传到永远 这里所讲他的人义要传到永远 存到永远就是来生神一样纪念一样会报答你 就是说你这些善行会带你到天国里面去 而且神会赏赐给你 而且神会赏赐给你 那这个就是仁义传到永远 这个就是仁义传到永远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 有讲到将来的审判 也有讲到将来的审判 分成绵羊和山羊 分成绵羊和山羊 右边的绵羊就是有爱心的人 右边的绵羊就是有爱心的人 看到别人可怜能够去帮助对方 看到别人可怜能够去帮助对方 那主耶稣说这些是蒙天父祀福的人 主耶稣说这些是蒙天父祀福的人 要进到创世以来所预备神的国度里面 要进入到创世以来神所预备的国度里面 就是进到天国向福气 就是进到天国向福气 那左边的这些山羊 左边的这些山羊 就是看到别人可怜需要帮助不帮助他的 就是见到别人可怜需要帮助的 因为你不帮助他 这些就是被神做主的人 这些就是被神周做的人 要下到地狱做永远的刑罚 要落到地狱受永远的刑罚 所以这里讲的施舍钱财做迹贫穷 这个人意要存到永远的 所以这个福气不只是在今生 来生一样神会报答他 那从这些我们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得到 从这些我们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得到 真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真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虽然受是一种福气 但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但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教训 那这种我们要凭着信心 这样子我们就容易去做这些爱心的工作 这样我们就会容易去做这些爱心的工作 就会欢欢喜喜来做这样的事情 就会欢欢喜喜地来做这些事情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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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把握各种的机会 多多的施舍 多多的施舍 能够行善去帮助别人 也愿神能够将今生来世各样的福气来示给我们 也愿神将今生来世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 我们再来唱诗 244首 244首 二位 好